他的民調現在看起來 分區應該要強的地方 通通都變成了最弱 然後賴清德現在看起來 你看他的 他是萬里人 新北 哇 拿40.0% 比他總體還要更高 然後這個雲家南就更不用講 因為往南部 所以現在有分析家認為說 賴清德下一步是要強化 台北跟竹竹苗 那你分析是說 侯友宜到底是出了什麼樣子的大問題 他哪一個點讓大家覺得 哇 我不要再支持這個人了 我覺得我蠻贊成將軍剛剛講的人設的問題 其實侯友宜很多人都在講說 第一個先看就是現在框起來的 雲家南的部分 因為他是嘉義人嘛 可是其實如果沒有這一次的選舉 侯友宜現在跟嘉義的連結是非常低的 大家記不記得在過次的幾次的選舉當中 侯友宜始終就是一直都做他自己的事啊 就是他的歲月靜好 他都一直就留在新北市 他也沒有特別的去說 想要因為嘉義是我的故鄉 所以我要常常到嘉義怎麼樣 或是到嘉義去做什麼事情 也沒有 所以今天他突然間才講說 我跳出來 我是嘉義人的時候 這個人設對於嘉義人來講是離很遠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5月17號 他在國民黨中央被提名的時候 新北市的嘉義旅北同鄉會的這個 李市長是在民進黨的黨中央 支持賴清德 當時就有人講說這是雙殺 因為包括嘉義包括新 而且是嘉義在新北的 那你會看到 其實我覺得對於侯友宜來說 他就是過去太歲月靜好 然後呢 太只活在自己的世界 或是自己的人設當中 所以他也沒有去幫助別人 以這個現在我來看喔 就是這是3月 這是4月 幾個跟侯友宜相關的關鍵字 那麼現在被點出來說 像這樣的負面的批評當中 就是藍皮綠骨 落跑 都長期入列之外呢 還有就是韓國瑜 公投 落跑之外 所以其實對他最傷的是藍皮綠骨跟落跑 是 沒錯 那為什麼會出現韓國瑜 那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的 他如果一直站在自己的本位 去認為他只要做好 新北市好好做事情就好 他從來沒有想要幫助別人 但是現在要成就大位的是他自己 那麼這個時候就會長期出現在於 包括國民黨內 無話可說韓粉是最團結的 可是你當時韓國瑜 在2020年選舉的時候 你有沒有出來挺他 你也從來沒有過 所以他們的情緒 還一直持續到現在 對 換作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也沒聽我 我現在要聽你 所以你的選舉你自己去就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 一方面他過去的那種 好 好像是自己好好做事情 就是我顧好我自己之後的這個形象 也會讓國民黨內這些所謂深藍或是國民黨的支持者覺得說 那你顯然就是故意不出手 那你就是藍皮綠骨 那這些東西只要貼在他的身上 當然他的支持度或整體的戰局是開打不開來的 那至於說你看他最近真的確實啦 開始火力滿黨或者是這個炮火充足 除了當然我相信黨內許巧欣這些人會去告訴他說你現在就是要開始攻擊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守 另外就是出來的這份民調他就是已經變成老三 有點急 我覺得他一定看的心情很不太好 那對他來講我現在攻擊我也 nothing to lose 就是我也不會更差 那但是我如果攻擊獲得比較多的國民黨的支持者的回心轉意 那麼我就有機會往上拉 因為必須憑良心說 柯文哲對批評民進黨這個部分他是沒有在客氣的 只要是有可以 要多難聽有多難聽啊 是 而且要多酸有多酸 然後能夠要多能夠catch到媒體的標題 就有多的努力去往那邊去 所以說即使他現在沒有了一個就是公職在那裡 柯文哲身為一個民眾黨黨主席 他還是努力不斷的去找可以上媒體的機會 那我相信這也對侯倪倪是一種啟發 你如果什麼都不錯 你機舊歲月盡好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持續第三名到底 而且沒有辦法化解他黨內的人對他的質疑 大家一直迷信說 國民黨的陸戰很強陸戰很強 我跟他分析一下 我就以陶竹苗來看 陶竹苗在2022年 我們地方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陶竹苗的議員 民眾黨哪幾席 非常少 非常少 桃園歸零 桃園歸零 可是為什麼在這一次總統大選 他突然間 柯文哲會超車 這個侯友宜呢 因為大選 除了看組織 除了看基本盤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尤其在最後三個月 人設 人設 個人的特色 很重要 侯友宜更特色是什麼 你說我是軍人 軍人很兇 稀不稀奇 一點都不稀奇 軍人本來就很兇嘛 侯友宜是警探出身的 所以侯友宜做事情 很果敢堅決 稀不稀奇 不稀奇 可是如果軍人很和氣 講話文周周 沒有動不動就拍桌子 就這麼幹了 安決定了 對不對 如果你講話 反而是文周周的 人設 人家覺得 這個人設不得了 侯友宜是警探出身 警探本來就比較陰沉 比較會布局 可是他變得很坦诚 他變得坦诚布公 一切事情非常的和蔼可親 然後包容力很強 凡事都能接納下意 哇 這種警探的人設 大家覺得哇 有意思 所以說 許小新說 希望侯友宜跟他一樣 風光攻擊 對 就是散彈槍亂打 散彈槍亂打 許小新可以打 因為他是一個 小新真的是 有點瘋狂攻擊 因為第一個他年輕 第二個他耐打 許小新耐打 來啊來啊 他不耐打嗎 鋼筋鐵骨 練著一生鋼筋鐵骨 他不怕打 侯友宜 神佛都殺 侯友宜耐打嗎 侯友宜耐打嗎 14天就道歉兩次 對 我覺得侯友宜的人設 實在不太像神佛都殺的人 警探出任務之前 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做 穿防彈背心 對 不穿不行去 那是規定 所以侯友宜耐不耐打 按照這14天 侯友宜並不耐打 真的並不耐打 跟國民黨所有的黨職的立法委員道歉 14天道歉兩次 侯友宜過去的職業生涯 包含警職 包含副市長 包含市長 沒道過歉 大家可以去查 從來沒道過歉 在這14天道歉兩次 所以侯友宜面臨大選來講 他是緊張的 另外我講 侯友宜要解決的四項事情 不是賴士堡講的 也不是許小新講的 他有四個關鍵的宣誓 到現在沒有做 所以導致他的民調一直起不來 第一個政策 政策 你政策是什麼 兩岸政策是什麼 經濟政策是什麼 能源政策是什麼 你的政策是什麼 你的政策不對 很多學者專家不敢靠過去 因為萬一靠過去 你的想法跟我相左右 他們都丟一句 對 丟一句話 你的大方向政策要出來 我就直接講 兩岸政策 你到底是統還是毒 還是要反共保台 講清楚 中華民國 對 那中華民國是反共保台 是不是 對 我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 槍鈴帶雨在所不息 你永遠講不清楚 你的中華民國派 你的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到底是統毒還是反共保台 反共保台就是維持現狀嘛 對 那你就不敢講 你就不敢講 不敢講 變得很多專家學者 不敢跟你走 第二個是什麼 表達 侯友宜的表達 應該是寡婦死的兒子 沒機會了 寡婦死的兒子 我不騙你真的 你要讓侯友宜突然間 一夕之間睡醒之後 突然間辯論家上升 上來之後 比韓國瑜講話還溜 講話比賴清德 還有李哲 然後呢 突然就變成個演講家 比柯文哲還要有趣 時期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 你比柯文哲還好笑 侯友宜就不好笑 所以說他的表達 必須怎麼辦 找高手 要找高手 幫他講 幫他講 就是侯友宜的主軸是什麼 你講不出來 沒有關係 國民黨這麼多高手 可是這樣就變 總機 要講清楚是不是轉總機 轉分機 他只要表達他的方向就好 那上節目的這些表達 請高手幫你說 然後你就把高手裡面的 金句結合起來 結合講幾句就好了 這也是個方式 另外整合 侯友宜的整合 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看他到南部去找王金平 當場邀約他當競選 全國總幹事 人家說不要 很難堪 對 對這種事情幕僚不能先溝通嗎 你侯友宜準備要去 拜見王金平的時候 你是兩個肩膀 扛著一個喉腦袋就去了嗎 不是啊 你在要去跟王金平見面之前 你的幕僚要充分的溝通 我在人事方面需要什麼協助 我在聲量上面需要什麼協助 我在動員方面需要什麼協助 我在金圓地點 各方面需要什麼協助 這些小組都要去協調 然後王金平說好 動員找卓冠廷 所有的媒體找王時期 他有個對口會出來嗎 那當侯友宜見到王金平的時候 只是一個行李如宜 其實私下都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真的是專程去吃個早餐 對 就為了吃荷包蛋 吃高雄早餐 然後跟白派那些漂亮見面之後 我還跟你也都不太認識我了 以前來都是抓壞人的 你這就沒有整合力嘛 就跑了一趟 可是沒有效果 我覺得這個很浪費 運籌帷幄是在之前都做足了功課 所以說沒有意外都是意內 你沒有事先運籌帷幄去布局 就會意外 就會發生意外 就會翻船 最後我講了代職的問題 真的代職的問題 徐曉欣說蔣萬安的模式 蔣萬最後辭職了 蔣萬最後辭職了 侯友宜是不是最後也要辭職 如果你要比到蔣萬安就這樣做 其實我講嘛 人設不要去做重大的改變 因為已經來不及了 張善正選桃園市的市長 他有去改變人設嗎 剛開始跟他講你太佛系了 開始狂罵飆啊 開始反抗 他沒有 他開始他骰住煞車 按照我的人設 按照我的高度去做 他也高票當選 所以說不是戰勝不復 作戰勝利 那個戰術不能重複使用 你要發展出一套侯派戰法 你的侯派戰法是什麼 沒有嘛 就沒有就不知道嘛 就不曉得 歲月靖好 對啊 歲月靖好 對 歲月靖好 所以說你要把你侯派戰法發展出來 你不能老是學人家 學蔣萬安 學張善正 學徐曉欣 你又不是徐曉欣 你又不是張善正 你又不是蔣萬安 你是侯友宜 否則蔣萬安出來選就好 幹嘛要你